我本是各国高薪争抢的科研人才 却执意回到生养自己的龙国 可刚一落地 却被龙国14亿网友辱骂 让我滚出自己的国家 而这一切只因高层领导派专机接我回国 可飞机路线导致一条民航航班延误 而乘坐此航班的流量女星丽丽 得知原因后十分不满 说一个搞科研的 凭什么让她对我让行 随后她立马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灵魂三问 什么样的科学家 有何成果 为什么能做专机用专线 这样大肆浪费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 没有刻意针对 只是本人因为你的耽误 影响了为国争光的领奖行程 文字一发出后没多久就上了头条 再加上自己团队买了热搜 评论区马上炸开锅 搞科研的就是吃饱撑的 天天钱不少滑 但是也没看见有什么进步 心疼姐姐耽误了为国争光的机会 这个林青到底什么来头 无数网友对我口诛笔伐 似乎在国外放弃高薪 依然返乡的我 和他们家姐姐一比 完全不值一提 他的这条文字彻底火了 为了保持住热度 他更是联系了媒体 说要让我们这些做科研的 滚回该呆的地方 这个时代是他们的 网友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恶毒 没人思考 这些明星占用了多少社会资源 偶像的影响力 带来了多少恶劣影响 反而所有人都开始声讨 那些接触过奢侈品 或者商业领域的科研人员 林青作风问题 揭开科研浪费敛财的冰山一角 随着这个标题 在社交平台上震 整个网络全部炸了 所有的平台 全部开始了扩散传播 而此时 我带着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下的飞机 迎接我的是两排鹤枪实弹的士兵 最前方是一个穿军装的中年男人 看我下了飞机后 他立马激动的走过来 王将军 我只是个普通人 不用这么麻烦的 王湛文言沉默了下来 他心里很清楚 如果我都算是普通 那本国的所谓专家 他都是要羞臊死 拒绝了王将军的接风验后 我跟司机出了机场门口 可映入眼帘的却是 让我滚出龙国的各种横幅 我眉头微皱 不明所以 司机连忙开口 这些事请不要在意 一切交给我们 而且王将军说过 这个民族真正有良心的人 都在等着你回国 车子很快到达了一个有名的别墅区 这里一般住的都是高官权贵 只有一小部分卖给了商人 此时 一个体态微胖的中年男人 正站在门口 望着我离去的车子发呆 因为他认出了坐在车里的我 谢雨师的导演 专门录制综艺 手中握着不少娱乐圈的资源 他灵机一动 立马打电话给另一个当事人莉莉 录制时间更改 录播改直播 今晚就到别墅来 因为那个搞科研的也住在着 如果明天能遇到 说不定节目会大爆 谢导演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加油的 第二天拍摄开始 这是一档亲子带来节目 就是让女明星代替孩子 本就十分讨厌孩子的莉莉 如果不是答应了谢雨 死都不会来的 她压下内心烦躁 领着一个长相可爱 但性格顽劣的男孩玩 因为节目改成直播 所以莉莉带孩子的场景 传播在了网络之上 顿时纷纷开口 赞扬她温柔有耐心 明明昨天经历了那样的事 今天还能这么有爱心的 哄小孩子玩 直播间的话题 逐渐偏离正轨 时间很快就到了下午 谢雨找来了几条狗 让几个明星 领着狗和孩子做游戏 分给莉莉的正好是一只猛犬 就算经过训养 也有着凶险 莉莉心里暗骂 可嘴上也不能说什么 正在这时 前方出现一道身影 正是戴着耳机散步的我 莉莉眼珠一转 立马想到一个主意 转身对着身边的小男孩道 杰夫看见前方那个女人了吗 这人不是好人 昨天欺负了妈妈 所以你要不要给妈妈出气呢 杰夫文言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原本正在跟狗狗玩飞盘的他 毫不犹豫地将手里的飞盘 向我扔了过来 而飞盘的落点 正对着我脖子的部位 顿时那条狗像的飞盘追了过去 就在马上要扑到我身上时 哼的一声 狗脑袋开了花 原本正低头思考事情的我 突然看见自己面前狗脑开花 很显然有人保护我 另一边莉莉和杰夫 看到这一幕 顿时惊呆了 站在原地愣了片刻 与此同时 树道人影朝着我跑过去 莉莉这才反应过来 冷哼一声 白送的热点 不要白不要 很快 莉莉就带着杰夫跑到我的面前 眼中满是木耳 但是还没等我开口 全部责任 这种地方 怎么会有你这种人 自己不长眼睛 还让狗狗替你尝命 我的耳机是国家作特制的 戴上之后 我根本就听不到外界的任何声音 看到几人跑过来 嘴巴一张一合的之后 我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摘下了自己的耳机 疑惑地看着几人 什么意思 看到我一脸的平静 那几名工作人员 顿时更加生气了 莉莉却是插口说道 你们几个消消气 我来解决吧 小姐你好 刚才我们在训练狗狗 孩子不小心把圆盘扔到您这边了 却被人开枪打死了 我想这件事情 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 同时 直播人员将摄影机对准了我 直播间的人彻底炸锅了 因为我的长相是有人扒出来过的 这不就是那个该死的科研人员吗 竟然还命令那些战士 开枪打死这条狗 太过分了 这么丧心病狂的人 怎么能在我们大国待着 不行 这件事情不能姑息 必须要举报 那么可爱的狗狗都被杀死了 这个人太过分了 铁石心肠 不行 这个人必须坐进去 不然的话都对不起那条狗狗 各种各样的愤慨之声 瞬间充斥了整个直播间 弹幕不断地跳跃着 我听到莉莉的声音之后 平静开口 这件事情我并不清楚 莉莉眉头微微皱了皱 正准备开口说话的时候 一名工作人员突然走到了她的身边 小声的耳语了几句 莉莉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我的目光 就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随后莉莉再度开口 这位小姐 您是否是昨天从国外回来的科研人员呢 我虽然不知道对方问这句话的意思 但还是点了点头 看到我承认 直播间瞬间安静了鼠鸟 然后半幕陡然爆发 甚至导致直播平台都有些死机 无数人涌入这个直播平台之中 而谢玉的亲子节目热度也迅速上升 谢玉看着节目的热度 笑得合不拢嘴 眼睛吸血地看向了我 刚才就是她让工作人员去和莉莉说话的 让莉莉证实一下对方身份 对方身份一证实 热度果然上去了 另一边 莉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林小姐 我知道您的身份不一般 有人24小时护卫你 但是狗狗是无辜的 孩子或许只是想要和您开个玩笑 也只是无意之间将圆盘扔向了你 您生气 我能理解 但是您直接让您的手下开枪打死狗狗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作为大国的科研人员 您难道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我觉得您应该向狗狗道歉 我听到这话 眼神逐渐变得深邃了起来 脸上再次露出了那种平静的表情 什么话都没说 直接将耳机插入了自己的耳朵之中 软身就走了 柳如烟眼睛里满是错愕之色 这可是在直播 他就这样走了 直播间更是因为我的反应 炸开了锅 这他妈就是国外归国的科研人员吗 简直桑尽天良 毫无人性 这么可爱一条狗 因为他死了 连个交代都不给 这样的科研人员大国也要 各种各样的弹幕回荡在直播间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过 我的地位要比那条狗高得多得多 当然我也并不在意那些人的看法 因为会有人帮我解决一切的 一旁的导演谢玉 看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还真是找死啊 这不是让我们的热度 进一步提升吗 这么不长脑子的人 也能是大国的科研人员 直播间的暴动 依旧在继续 子不叫 复制过 这个王八蛋能成为这样的操刑 他家里人 肯定也没有一个好东西 给狗道歉 引咎辞职 大国不允许这样的人 生活在我们的国家 滚回你的米国去 同时 一群自称爱狗协会的人 涌入了直播间之中 这个王八蛋 凭什么 让人开枪打死狗 咋种 给死去的狗狗道歉 给狗狗举行葬礼 跪地上向狗狗道歉 谢玉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看到直播间的消息之后 整个人都笑开了花 这一次的节目算是大爆了 与此同时 还有一些人 直接去扒了我的家室 说我是土匪的后代 还是个虐待狂 经常打骂家里的保姆 随之还有一段 中年妇女的哭诉视频 另一边 燕京西郊 一个从来都不为人知的私人目的 前面站着一个身形挺拔的老者 许叔 辛苦您了 我冲了老者去了一宫 这名老者名为许山泉 是我爸爸林广生前的通讯兵 爸爸过去 许山泉也从部队之中离开了 为林广守墓 到现在里然过去了十年 听到我的声音之后 许山泉眼睛微微动了动 转过头看向了我 小青 看到我的那一刻 许山泉的眼睛瞬间就湿润了 赶快起来 小青 冲我居什么宫啊 许叔 这是我应该做的 若非是您这十年来 一直守在这里 我爸的目的 他是已经杂草丛生了 你这孩子 瞎说什么呢 你爸为这个国家操劳了一辈子 故去之后 不能没人看着呀 将军坟前 无人问这种事情 是绝对不能发生在你父亲身上的 小青 这次回国还走吗 不走了 许叔 国外已经教不了我什么东西了 许山泉听到这话 笑着说道 好啊好啊 就转身离开了 我冲着自己父亲的墓碑 磕了一个头 头颅碰撞在地面上 散发出了沉闷的声响 抬起头 我的额头上已经沾满了泥土 头发也凌乱了许多 不过我并没有在意那么多 而是看向那块墓碑 墓碑上书 大国五星上将领广之墓 墓碑的左面是父亲的遗愿 愿大国世代不被人欺辱 侵犯 愿百姓永远安居乐业 愿大国再无战争 我再次冲着父亲的墓碑 磕了两个头 一下笔一下用力 最后一个头颗娃 额头甚至隐隐有了血迹 爸 我回来了 知道你老人家担心我 放心吧 我在国外可没有丝毫懈携带 我将一达文件拿出来 射电望远镜 长城11航空火箭 歼40第六代隐形制空战斗机 北斗军用雷达 龙银号航母 各种各样的数据文件 全都呈现在这里 爸 我如今掌握着大国最后一口容器 只要我把这些东西上胶 我们大国就是世界航空航天领域的 绝对先驱 我话音落下 一阵风吹过 一根枯枝随之落地 发出沉闷的响声 我笑了笑 又继续说道 您老人家别生气呀 我不是不交给国家 只是想让你看一眼 让你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懈怠 我的脸上再度有泪水流下 声音越发的沙哑起来 爸 我知道你最难过的就是 大国没有自己的武器 您老过去的时候 也没能追上西方国家 我在国外的时候 还研究出来了不少武器 也有军事设想 你看 全都在这了 爸 我跟你说 只要这些东西上胶 我们大国百年之内 绝对不会出现战乱 像您这样的老将军 就不用再一声戎马 助手边疆了 我一边流泪 一边述说自己这些的心路历程 两个小时之后 我站起了身 爸 我走了 我手中的东西 会全数上交给国家 大国必将屹立在世界之边 话音落下 我转身离开 从今天起 大国的各个大方向 都将会出现请我的身影 就在我祭奠亲人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现在的自己 因为今天的事情 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红一族 相对于此 腾龙别墅区之内 却是另一番景象 谢玉那条 让我必须给狗道歉微薄 一传到网上 就直接引起了热议 谣言飞起 各种谩骂的语言 也是随之而来 可以说 现在的网上 已经是将我描述成一位 实弱不赦 最无可恕的恶魔了 至于有几个还算理智的人 出言反对 也是瞬间被淹没在 众人的口水之中 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看到这一片岛的景象 谢玉可谓是心中暗喜不已 毕竟如此巨大的流量 毫无疑问 会让自己的身价 更上一层楼 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 还如何能够错过 几乎是没有人犹豫 谢玉就直接暂停了 亲子节目的直播 立即附身在柳如烟耳边 悄悄地说着什么 单爹 还是你厉害 竟然能够想到如此办法 你真的坏死了 不过我好喜欢啊 柳如烟听完之后 泪笑道 看向谢玉的眼神中 充满了佩服 她现在已经是为我捏一把汗了 毕竟谢玉的安排 实在是太过百毒了 恐怕那个家伙 最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了 此时的腾龙小区之内 直播间之内的观众突然发现 不知道何时出现了一条巨大的横幅 血红的字体上面 打印着几个字 林青给狗狗道歉 而横幅之下 混血孩子杰夫的身影 显得弱小和可怜 顿时 直播间内的众人 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重新爆发了战斗力 狠狠地给节目组点个赞 我这种垃圾行为 必须要付出代价 赞同 不过我倒是觉得 节目仅仅要求道歉 还是太轻了 像这种食恶不赦的家伙 最好还是直接判刑 太对了 我可是在网上查过 林青根本没有任何 拿得出手的科研成就 简直就是废物一个 这样的人背后 不知道有什么肮脏的东西 楼上的最近没看新闻吗 这林青家世 可是黑色出身 背景可是大得很 别吵了 看看现场画面 杰夫已经是举着横幅 到林青的家门口去了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 那个刽子手 到底如何解决这件事吧 让他下跪 对 支持 让林青给狗狗下跪道歉 顿时 直播间内的屏幕上 再次飘满了众人的字幕 清一色的 都是支持柳如烟和杰夫 让我下跪道歉的弹幕 腾龙别墅区内的这一幕 也引来了众多人围观 可以说 现在别墅门口 已经是一片混乱 各种谩骂声不绝于耳 而在别墅深处的一个安保室之内 一名鼻梁挺拔 身穿军服的男子 看到这一幕之后 皱了皱眉头 然后掏出了一把 卫装配极为豪华的狙击枪 顿时 一颗耀眼的激光红点 出现在杰夫的头顶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脑袋更是瞬间梦掉了 他们从未没想到 事情会变得如此的严重 毕竟那一抹红色 可真的不是闹着玩的 当他出现的时候 就代表了队面的士兵接到的授权 是可以开枪的 顿时 围观的众人 纷纷向后退去 眼神之中 也是惊恐不已 而此时的节目组的众人 也都是吓了一跳 他们从未想过会出现如此画面 也随着人潮向后拧去 毕竟他们只是工作而已 为此 谁会有勇气 一而丢了信命 不过 在摄像师退后的同时 那抹红色激光 也是被直播了出去 顿时 网上的键盘喷子们群情激愤 在震惊过后 更加的疯狂了起来 现在随着狗狗道歉事件 出现了狙击枪 随之爆发了新一轮的热度 而这一次的浪潮 比上一次甚至还要猛烈 林青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竟然敢拿枪威胁杰夫 要知道杰夫可是具有 米国和太阳国的混血血脉 不知道要比他高贵多少 他竟然敢使用鞠鸡枪 简直是吃人写馒头的剑名 我觉得应该把他放逐到 华夏对面的肮脏过去 他不配待在我们华夏 而这条新闻 也早已经是登上了 各个媒体的头条 成为所有人极为关注的焦点 毕竟 现在这件事 太令人无法接受了 柳如烟一直关注着 各个平台网友的动向 尤其是看到自己的粉丝数量 蹭蹭地增长 他心情说不出来的愉悦 至于杰夫那个熊孩子 他才不管他的死活 早早地退到了外围 将自己置于绝对安全的位置 等待着谢益的安排 毕竟 干爹的话他还是要听的 呵呵 干女啊 我刚才已经是组织了一批水军 从各个方面开始攻击 相信在如此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 这件事会如同我们计划的发展下去的 手掌拍了拍柳如烟的臀部 谢益笑容音很呃冷烈 干爹 你看看这篇帖子 哈哈 好主意呀 我这就去安排 准备一批人来到龙腾小区逼供我 我现在想不出这个家伙有逃出 升天的可能了 还是我干女儿聪明啊 这件事过后 你绝对能够一飞冲天 成为顶级流量女星 哈哈 干爹 你坏死了 柳如烟假假的声音传出 让谢益心声荡漾 龙腾别墅之内 我聚精会神的看着手中的书 以至于家里的门铃 在响了七八声之后 我才终于是做出了反应 不过刚刚打开房门 看到来人的时候 我倒是微微有些惊讶 怎么了 林博士 难道不欢迎我来你们家做客 门外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我刚刚才通过电话的网站 手中拿着一部小巧的私人电脑 我倒是没有想到 堂堂的中将 竟然会为了自己这么一点小事 亲自登门 呵呵 王将军 当然欢迎 请进 请进 刚刚进门 网站便看到了散落在书桌上 那一堆还没来得及收拾的验算纸张 微微一笑说道 林博士 我实在是没想到你是一刻也闲不住啊 刚刚才让你注意身体 多休息一会 没想到你如此不听劝啊 他终于是明白了 我有如此之成就 绝非偶然 最后的辛苦 恐怕常人根本难以想象 呵呵 只是在验算一个公式 有些乱 倒是让中将看笑话了 林博士 今天前来 除了给你送一台电脑之外 还有就是 你没来得及参加那天的招待晚会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 我也要给你补上 毕竟没有谁比我更清楚 这些日子里 你所承受的压力 现在你终于是归国了 于情于理 我都要给你接风洗尘 以示庆祝 希望你不要推辞 我归国放弃了多少 王湛清楚得很 所以无论如何 王湛都觉得这一顿 庆功宴都必不可少 我点头答应下来 随着王湛从车里拿来三瓶 珍藏二十多年的茅台 这一场迟到了的接风洗尘宴 正式开始 哈哈 我代表华夏和个人 热烈欢迎林博士归国 为我们华夏腾飞做出贡献 我身为华夏军人 向你保证 绝对不会让任何有功之臣 受到半点屈辱 尤其是想你这样 放弃巨额财富 怀穿梦想 回到祖国的人 如果让你们这群人 受到伤害和羞辱 我无言面对14亿华夏同胞 我定会用生命 来维护你们的荣誉和尊严 国知识 不可欺 不可辱 胆敢越陷者 势必诸之 王湛的语气之中 杀气腾腾 尤其是通红的眼眸 更是显示着他的决心 我微微点头 我相信 华夏不会让我们这群人 受到任何伤害 第二天 我准备去自己老师那里 做汇报 此刻 我根本不知道 就在别墅门口 一群有预谋的家伙 正在进行着最后的疯狂 由于谢玉的要求 节目的工作人员 也是彻夜未眠 一直守在别墅门口 直播着我别墅之内的一举一动 毕竟 现在观看直播的人数上百万 他们当然不可能 白白浪费这么多的流量 至于谢玉本人 则是选择在柳如烟的房车之内 与自己的干女儿 共度了一个春意满满的凉宵 两人忙完之后 都是极度的兴奋 毕竟 现在他们主导的这条新闻 一直高居各个媒体的榜首 这么多的曝光度 让两人根本无法入眠 索性 就盘算了一下今天的计划 在谢玉强大的人脉 和金钱利诱之下 刚刚清晨起来 一大批水军 已经是来到了直播的现场 谢玉此刻正在给这些人 做着各种各样的培训 毕竟身为导演的他 最擅长的 就是指导这些伪装的把戏 柳如烟笑意明明的 站在谢玉的身后 看到这一幕 已经是喜笑颜开 三爹 你辛苦了 两人相视一笑 同时露出了一副 奸计得逞的表情 只是他们根本不知道 一场暴风雨 马上就要降临了 这场暴风雨 不仅仅是将他们给淹没 甚至连同他们 现在的名气和财富 都将吞噬 安全的士兵提醒道 林博士 请你遇到任何情况 都不要下车 我们的人会处理好 一切突发事件 好 得到了我的回答之后 士兵掏出了手中的对讲机 命令道 我是一号 执行紧急方案 红旗二九 缓缓启动 使出别墅车库 与此同时 我根本不知道的是 别墅已经是被一群群演 为了个水泄不通 所有的摄像机 都紧紧的盯着别墅去 谢玉此时也是手持对讲机 等待着我的出现 谢导 我是三号机位 我这里发现 林卿的座驾出现 收到 我这就安排直播实施画面 一辆红旗二九 反反地开出别墅区的大门口 林卿 你给我去死 林卿 出面给狗狗道歉 林卿 赶紧出面给全国人力下跪 声音震耳欲聋 所有人如同疯子一般 向着车辆奔去 人群之中 一个老头看到这一幕 眼眸之中 露出了一抹疯狂的神色 人未踩死 鸟未死亡 拼一把 说完这句话之后 老头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一般 在众人惊诧的眼神之中 突然冲了出来 然后静止地跑向对面 相向而来 红旗二九 随即一跳 直接碰碎了车辆的倒车镜 而他本人也顺势倒了下去 停车 赶紧停车 有人受伤了 林卿 你是不是人 没看到你撞到人了吗 在谢玉的指挥下 一些群演大声地叫骂着 让我出面 直播间内 众人看到了现场发生的那一幕 已经是炸开了锅 疯狂地在弹幕上辱骂着我 现场之内的一些 群演在导演的安排之下 已经是准备强行打开车门 将屋给拽下来了 没想到的是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 这辆红旗二九的车门 竟然主动被打开了 下一秒 车内之人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确实让人大失所望 因为出现的并不是我 而仅仅是一名 穿着军装的士兵 但是由于角度问题 老头却是根本没看到 所以当士兵出现的瞬间 老头直接将鸡血袋 开在脑袋上 然后向前一跃 直接抱住了对方的大腿 用极为可怜的声音大喊道 一个挨千刀的 你看你个狗日的 把我撞成什么样了 我老头子命苦啊 从小孤苦伶丁 一把屎一把尿的 把自己养活大 没想到啊 老了老了 竟然如此受人欺负 我不活了 摄像机之下 老头几乎是声泪俱下 博取了大部分人的同情 士兵无奈的说道 老人家你有什么状况 我们可以去医院检查 此时很多人看到这一幕 都已经是怒火中烧 毕竟 一位孤苦伶丁的老人 满头鲜血直流的 抱着一名身强体壮的士兵 熟强熟弱 一眼就看得出来 更加重要的的是 此时的他们 都已经是将这名士兵 当做了我的帮凶 现场的气氛 突然之间紧张无比 所有人都将矛头 指向了执行命令的士兵 一些群演 也是纷纷跑到了士兵的面前 所有人如同洪水一般 冲向那名士兵 开始了拳打脚踢 这一幕 被直播到了网上之后 非但没有任何人阻止 反而都是一片喝彩之声 所有人都欢呼雀跃 他们早已经是忘记了 士兵代表的是什么 也早已经是忘记了 他们初衷是什么 只有那名士兵 承受着所有人的暴力 身形却是一直坚挺着 死死地挡住众人 暴力破门的行为 此刻 华夏科技中心 中科院 一群默默无闻的老教授 和科研人员 正在紧张而忙碌地调试着 一项又一项复杂庞大的数据 二十多年 累寝忘食的研究 数百次不断地实验和完善 无数人呕心沥血的结晶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就可以正式上线 可以说 他们研究的这一套卫星监控 一旦成功 那么就可以赶超任何一个国家 包括一直以来 都对华夏技术限控的米国 男老的助理 看了看手中的 报上来的实验数据 兴奋地说道 嗯 好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了 所有人可以休息一下 等待林博士的数据送来之后 立即开启天眼 男老压抑着自己的声音 但是却压抑不住 内心之中的喜悦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的准备的工作 已经是万无一失 就等待着最后的冲刺了 小文 你最近听说了吗 林博士好像是遭到了一些网友的攻击 我最近忙的 哪里有心思上网啊 小文 你也提过了寡文了吧 我可是听说 最近可是不少人正在骂林博士 说什么 还要林博士给一条狗下跪道歉 真的不知道那群人是怎么想的 要知道林博士可是我的偶像 单单凭借他在国际上掌握的那些大脚 哪一项不是举世文明的科研封碑 竟然还有人敢抹黑 要我说 这些人就是欠收拾 不知所谓 此时 实验室内的众人的讨论 已经是引起了男老的注意 当听到众人描述的情况之时 男老心中气愤不已 不过他毕竟是稳重之人 倒是也没有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 好了 不用担心 只要是天眼顺利启动 肯定会得到极大的关注和曝光 那时候林博士的身份和功绩 自然会被所有人知晓 到那个时候 我看谁还敢质疑他 毕竟 天眼项目算是国之重器 趁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再次检查 一遍设备 以确保林博士的实验数据送达之后 啊 男老出事了 就在男老想要再次指挥众人 检查一遍设备的时候 突然之间 实验室的一名科研人员 大声喊出了这么一句 白助理出了什么事情 男老是林博士 林博士恐怕今天无法将实验数据 送到这里来了 听到实验没问题 众人紧张消失不见 不过取而代之的一头雾水 毕竟 这个家伙怎么会知道 林博士无法将实验数据送达的 要知道 男老可是亲自打电话确认过 林博士会准时到达 作为科研人员 守时守信 可是基本素养 怎么可能会犯下如此错误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男老也是有些莫名其妙 随即问道 白助理到底怎么回事 哎 算了 大家还是自己来看看吧 白助理本想解释一番 但是刚刚看到的那一幕 却是让他愤怒不已 甚至连说话都激动了起来 在电脑上敲击了几下之后 白助理直接将自己的手机 播放的直播画面 传到了公屏之上 于是 一幅混乱的现场画面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画面中 许多人如同疯子一般 刺打着英雄士兵 对其拳打脚踢 而在士兵身后 一辆红旗L9的车辆 也是遭到了众人的围攻 许多人已经是爬上车顶 不断地砸着车窗玻璃 更有甚至直接拿着石块 砸向车辆 似乎是想要将里面的人给扒下来 而其他一部分 没动手的围观之人 也是不断地怒骂着 林狗 出面下跪道歉 赶紧出来 否则的话 老子烧了这辆汽车 什么林博士 简直就是狗屁 赶紧出来 胆小鬼 今天是杀林狗 为死去的狗狗报仇 所有人都在咒骂着我 天眼实验室之内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他们现在终于是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也终于是明白了 为什么白助理能够一口堵定 林博士无法到达的原因 他们更加无法理解 这些人怎么会如此疯狂地 围攻一名享誉国际的科学家 快快快 给我电话 给我紧急联系中南总署 突然 男老一声怒吼 将众人惊醒 他们回头看向男老 发现其脸庞之上 怒气横生 这位像温文尔雅的老人 怒了 柳如烟和谢玉的山洞下 围着轿车的民众 已经越来越激动 另一边军工厂的负责人 从雷达摄像头 看到了别墅门前的一幕 一群暴徒 竟然在殴打一名士兵 直接用脚踩在士兵的脸上 和老教官 他清楚地记得 那名士兵 曾经是自己的兵 当年曾经跟随自己 上过战场 抵御国外敌的入侵 虽然谈不上战功赫赫 但是却是华夏特种兵之中 难得的人才 而就是这样一位 军功卓越的士兵 此时 竟然在华夏境内 遭到了众多群众的围殴 这让他有些无法接受 而当他的眼神 撇到旁边的车辆之时 心中的怒火 更加难以平复了 因为他看到我乘坐的 那辆红旗L9 竟然也遭到了众人的打法 许多人竟然毫不犹豫地的 搬起石头扔到车上 根本不顾及 是否会引起损伤 苟日的 这群戏子竟然敢如此的 胆大妄为 真的是反了天啊 老教官一脸阴沉的弄骂道 随即拿起手中电话 直接拨通一套号码 中南总署会议室 今天不知接到了多少变化 其中有天眼项目的男老 有航空局的阁老 军工部养老 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立即签署文件 处置暴徒 保护林博士的安全 一场谁都无法预料到的暴风雨 就此拉开序幕 腾龙别墅区 此时的现场 依旧是一片混乱 那些冷漠的人 直接将满脸是血的士兵 推倒在地 越过他的身体 直直地跟向车辆 就在此时 谢玉等人还不知道的是 一场规模宏大的亲网行动 已经是拉开了序幕 燕都公安局准备门口 燕都的警卫人员 全都取消假期 进入战备状态 这次的行动 取名代号为素妖 旨在交网上 这群造谣声势的妖魔鬼怪 一网把劲 同志们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今天我们将参加一次 极为重要的行动 代号为素妖 所以此次行动 我们维护的是军人的尊严 我们维护的是国事的荣耀 现在请你们告诉我 你们会怎么做 听到这个问题 几乎是所有队列的武警官兵 一口同声 维护军人尊严 发生了什么 都一概不知 一直以来 我都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根本不知道因为自己的缘故 已经是引发了如此大的波动 此刻的我 虽然也有些疑惑 为什么出门的时候 那个士兵司机 稍微等待了几分钟的时间 不过 在听到士兵回复之后 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一路上 我满脑子都是 关于天眼项目的数据和规划 这一项目 可以说完全由我来指导 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必须要做到 百分之一千的精准 不能出现一丝 一毫的意外 中科院三个字的标志 由衷的内心之中 升起一次自豪感 因为身在这里的人 他们每一次的科研 都要面临无数的技术封锁 面临无数的困难 但是即便是这样 他们依旧是无怨无悔 车辆经过检查之后 已经是驶入到中科院之中 不过让人感觉到 有些诧异的事 此时的中科院之内 竟然悄然一片 没有任何忙碌的身影 也没有任何欢迎的一事 甚至 我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记错了时间 虽然我并不在意这些 但是貌似自己第一次来这里 连中科院的实验楼 都无法进入 是不是得找个人 给自己介绍一下情况 看了看实验楼密码所 我有些哭笑不得 就在我颇感无奈的时候 我不知道的是 此时就在这座实验楼之内 所有人都在聚精会神的 看着宫廷投射直播 看到那名军人被人殴打之时 所有的科研人员 此时都是一份便宜 脸上露出愤怒的表情 而男老跟他们不同 他更加关心的是我的安危 看到现场的那些暴徒 正在袭击我的作家 男老就感觉怒火中烧 他们究竟是不是华夏民众 不仅仅殴打士兵 还袭击林博士的作家 同志们 林博士是华夏国士 我想你们都应该清楚 他的存在 对于华夏而言 到底意味着什么 稍作停顿 男老继续说道 而就是这样一位国士 今天却是受到了如此不公平 我再次决定 如果这件事不能够妥善解决 如果不能够还林轻一个公道 我将辞去中科院院士职位 而且不仅如此 天眼项目暂时关闭 男老一说完 就直接离开实验室 身后传来众人 如同海啸一般的声明 支持男老 还林博士一个公平 否则我也辞职 支持男老 还林博士一个公平 我心意要 这群平日里 温文尔雅的科学家们 此刻怒了 我在中科院待了十几分钟 终于有工作人员出现 可却是突然过来通知我们 请我们离开 问及具体原因 工作人员并没有详细说明 只是淡淡地回复了一句 中科院接到院士通知 需要进行封锁 所有项目暂时停止进行 在问题没有处理之前 男院士一律必能泄客 不见任何人 听到这句话 我微微皱眉 脑海中谈算的 是不是天眼项目出现了问题 想了半天都没有发现 数据有任何异常 不过既然男院士有此决定 肯定也是有原因的 而且天眼项目不急于一时 所以我也就只能是先行离开 手掌 需不需要我通知网站上将 由他来进行协调一下 不用了 我们现行出发去军工厂吧 我相信男老肯定是 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给他们一些时间 不急于这一刻 刺激士兵也没有继续坚持 所以直接发动车辆 规划好路线之后 开始向着军工厂行进 而我不知道的是 另一边的军工厂之内 同样的画面也是在上演着 作为昔日的军人 杨振东此刻心中怒火 简直是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如果不是多年以来 一直投身科研事业 很多年没有摸抢了 他真想直接考虑把加特林 直接冲到现场 将那些围攻我的运营 直接秃秃了 原本所有的军工厂军人 还有所不解 不过当他们看到那些 暴徒的所作所为的时候 都是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 如果不是命运在身上 恐怕他们早就爆发了 整个现场压抑得 让人无法呼吸 杨振东阴沉着脸 刷着新闻 直到一条 明星遭到暴怒 大快人心 短讯出现之后 老人终于是忍不住了 直接将手机重重地摔在地上 然后高声说道 同志们 刚才的画面 你们看得清清楚楚 我想知道 你们此刻心中有什么感觉 报告手掌 愤怒 所有人一口同声 声音智耳欲聋 好 看来你们还是有血性有良知的 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但是有些人不一样 他们出生在华夏 血液中流淌的是炎黄血脉 但是却做着一些 危害华夏的行为 他们的愚蠢不可原谅 他们的无知不可原谅 他们的行为不可原谅 尤其是在此刻 在我们华夏面临技术封锁 面临排挤的时候 林博士带着无数宝贵的科研项目 回到华夏 对于华夏的赤诚之心 天地可见 日月可知 可以说 如果不是林博士 那么我们的国防力量 下降的不是一个档次 林博士是我们国防力量 不可缺少的基石 是华夏不可缺之的国士 说到这里 杨振东深吸了一口气 再次说到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赤胆忠心 一心向国的国治大士 刚刚归来 就遭到了有心之人的设计陷害和侮辱 甚至遭到了殴打 这样的结果 我问一下 身为华夏血脉的你们 同不同意 报告首长 不同意 军工厂内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作为燕都最大军工厂的负责人 今天我宣布我的决定 即此刻开始 所有的军工科研项目一律停工 所有的生产项目一律停工 所有的设备一律封存 我们要让高层看到 林博士的重要性 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 林博士对于伐夏的贡献 同时 暴徒必须要惩治 公道必须要讨回 这件事一天没有定论 那么我们就要停工一天 不知道你们是否同意 报告首长 我们同意 别墅那边 随着李武队长的一声令下 一群武警将所有人都戴上了手铐 然后埃克塞进了武装球车之内 而在腾龙小区之外 谢玉早已经是 如同惊弓之鸟一般 因为他感觉到了 事情已经是变了 有些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尤其是刚才他接到了一些消息 就是腾龙小区之内 竟然出现了武警 这让他彻底的意识到 事情严重了 所以在逃出腾龙小区之后 谢玉决定先去山南边境躲一躲 看一下后续事情的发展 再做决定 无故殴打军人士兵这件事 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见多识广 自然知道那名士兵 绝对不是一般的新兵 那可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英雄特种兵 等到高层怒气过了之后 再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和金钱 来打点关系 坐在出租车上 谢玉的脑海之中不停地思考着 最终拨打了一个号码 喂 李首长 我是谢玉 嘟嘟嘟嘟 对方刚听到谢玉的名字 就挂断了电话 这让谢玉有些猛 他原本是想打听一下 高层对于此事的态度 但是没想到 对方竟然仅仅是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让他再次感觉到 心中有些惶恐不安 曹 不就是一个小兵吗 至于这么绝情吗 此时的谢玉忍不住骂力去 直到现在 他依旧是觉得这件事 仅仅是因为那名士兵引起来的 就在谢玉强行 想要自己冷静下来的时候 却听到出租车司机疑惑地说道 你这个点怎么就堵车了 他买买的 现在连机场都没法去了 真的是无语 然后谢玉就看到对方 拿出对讲机喊道 005 你是不是在机场 什么的情况 怎么堵车了 没过多久 对面竟然传来了 另一名出租车司机兴奋的声音 大老牛 大阵仗啊 就在刚才机场全面设下检查 而且来的全都是军队上的人 貌似在抓捕什么逃犯之类的吧 你就老老实实堵着吧 对讲机是攻放的 所以谢玉也是第一时间 听到了对方的话 此刻他震惊了 不警 军队 抓捕 逃犯 这个几个关键词 让谢玉直感觉冷汗直流 他到现在都不明白 只不过是打了个士兵 也没有打死 怎么就如此阵仗 难道谢玉陷入到深深的思考之中 同样是逃跑 柳如烟的命运 却没有谢玉那般的顺利 就在他感觉不对劲的时候 就听到了军队集结的声音 然后就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大批的武警 鹤枪实弹 数量足足能够将整个小区 给包围起来 他只能是拖着自己高跟鞋 不断地向着周围跑去 当柳如烟忍痛跑到半山腰的时候 山脚下武警的车队 已经是齐齐出动 开始带着警犬 向着山上冲去 此刻柳如烟只感觉 这种场面 不应该是缩补毒贩的时候才有的吗 为什么会发生自己身上 只是因为那名被挨打的士兵 貌似自己根本没动手啊 等到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柳如烟发现自己 已经是全身脚靠手铐的 坐在审讯室之内了 还没看清楚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就听到对面冰冷的声音 哪个国家 这些只在电影之中出现的台词 竟然真实地上演在自己的生活中 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他无数次猜测过自己的罪行 但是最严重的莫过于 挑唆殴打公务士兵 但是无论如何 也跟奸细扯不上关系 但是现在听对方的口气 明显是将自己当成奸细对待了 这一点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半赏之后 那个两位 我究竟犯了什么错 我怎么可能是奸细 你们可要调查清楚 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华夏人 从来没有改过任何国家的国籍 甚至每次出国用的都是华夏护照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只听对面冷笑道 你说不是就不是吗 如果不是的话 为何要设计陷害侮辱华夏国士 国士 什么国士 哪个国士 我是娱乐圈的明星 根本不认识什么国士 怎么可能陷害侮辱国士 你是不是在污蔑我 我绝对不会承认的 此时的柳如烟知道 这件事太过严重 他就算是死也不能松口 或者承认 最主要的是 他印象中 自己确实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他是有底气的 但是下一秒 当那名男军官 说出一个名字的时候 柳如烟震惊了 我们从来不会污蔑任何人 林青就是华夏国士 而据我们了解 从机场开始 一直到腾龙小区 你都在设计陷害林博士 而且不仅如此 你还在网上散布谣言 重伤林博士 我想问一下 这一步步 难道不是你精心策划的吗 现在还在这里装疯卖傻 真不知道你有什么资格说 你是华夏人 如果说你真的是华夏之人 没有受到任何国家 或者势力控制和挑动 你觉得我们会相信吗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的 全部交代出来吧 后面的话 柳如烟已经是根本听不清楚了 直到现在他脑海中盘旋的 都是那一句话 林青是华夏国士 怎么可能 不可能的 你在开玩笑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在演戏 林青怎么可能是国士 他有什么资格 成为华夏国士 我可是在网上搜过他的资料 就连博士头衔都没有搜到过 所以说 绝对不可能是国士 柳如烟此时已经是有些崩溃了 他一边哭着一边笑 似乎是进入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 男人冷笑了一声说道 既然如此 玫瑰 让他看看高层下发的文件 然后对着一旁的女同事 闭了眼神 随即 那名女兵站起身来 眼神扫失了柳如烟一眼 没有任何的同情 几张纸随即被放到了柳如烟的面前 通红的几个大字赫然醒目 关于严厉承治 污蔑华夏国士林青决定 这张纸的最后 盖着一个红艳的章 上面是中南总署的印章 那可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 只看到了这几项 柳如烟就感觉彻底崩溃了 他知道对方不会伪造文件 是真的 但是他显然无法相信这一点 他竟然遇到了一名国士 而且直通总署的那种 不知道自己该说运气好 还是运气差 沉默了半分钟之后 柳如烟突然抬起头来 然后一场冷静的说道 我不相信 你们说林青是国士 那我倒是想问问 到底是谁给了他这个称号 他有什么资格成为国士 他有什么利于华夏的研究成果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此时的柳如烟 只能是抱着心中 最后一丝希望反抗的 好 看来你是非要撞死满墙 那就让他死心吧 让他知道林博士的研究成果有哪些 随着审讯军人一声令下 随即柳如烟的桌子上 又多出了几张纸 上面是我的介绍 哈佛一号实验室掌控者 航母 隐形战机 天眼项目 何能利用 当这些实验成果 一向像出现在柳如烟面前的时候 柳如烟原本眼眸中的一丝希望 彻底的